老梅渔村中的绿石潮每到生长季节总是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朝圣 为了给观光客更好的观光品质 今年石门区公所将一旁的公厕翻新整修 邀请了艺术家在墙面上画上了在地鸟类与人文风情 石门区老梅绿石潮天然的地质景观 加上季节性的石层覆盖成为渔村最吸睛的观光景色 观光人潮涌入也凸显公共设施的老旧与不足 在在地里长的建议之下 近来老梅顾留旁的公厕翻新整修完成 墙面上还彩绘上当地的鸟种 为老梅渔村增色更创造了全新的亮点 跟公所反映说这样 这个发生地可能不堪使用要挖掉 所以摆住的水质比较炒 虽然公所给我们骗200多万 来中再改修 外中再拆位 发生地新的各省座 顶座做复合标准的发生地 所以希望说现在出来的水是没有汁流 后面都不知道 希望这个草水也能改善 尤其来我们律师傅登坑的时候 差不多春季月的时候 尤其来 这不说汁流的气味 来巡视发现我们这边唯一的一间公厕 就是我后面这一间 他很老旧 所以里面总是比较脏乱 而且他话问词 因为老旧的关系 经常会有臭味 那区长认为在一个景点 厕所是很重要的 他不希望游客来这边游完以后 因为上厕所留下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公所特地用我们本预算编列 两百二十万 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公厕做彻底的整修 那各位可以发现整修完以后 跟之前比起来变得特别明亮 而且完全都没有臭味 那而且我们特地在这个公厕的正面 做了两个公共艺术 我们邀请艺术家来 把我们当地特有的鸟类 把它绘画上去 希望民众来这边游玩的时候 除了风景可以欣赏 那到公厕也不会因为脏乱 或者是这个不干净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观光区的厕所平址是 公所相当注重的建设 今年石门区公所在里长的建议之下 耗资两百多万 将老梅孤僑旁的厕所翻新 不仅如此 还要赋予厕所观光元素 邀请到艺术家进行公共艺术的创作 将专属于老梅的在地鸟类 划上厕所外墙 让老梅不再只有律师潮 还有特色彩绘 让游客边走边欣赏 我觉得现在大家来老梅 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来 或是白天的 可是其实下午傍晚的颜色 老梅 我在这边的感觉是 傍晚的颜色也非常漂亮 然后再来是很多鸟类是在早晨 或是傍晚的时候才会出现 就是这边当地的水鸟 所以大家来都是只有看那个律师潮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在 关注这边的生态 特有的植物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把这两只花 所以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寻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感觉带出来 就是找寻 然后加上比较新的颜色 选择凤头燕鸥与夜露 是因为这两种鸟类 在地就可以见到 而艺术家也期待 透过彩绘 用霓虹来呈现老梅黄昏风情 凸显老梅渔春 不仅仅是白天的律师潮可看 黄昏的景观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游客可以放慢脚步 慢慢欣赏 将白天黄昏渔春景色 一次尽收眼底 谢谢我 廖平函 十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